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象放音室,我是大象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上映于1994年的影史经典阿甘正传 在第67届奥斯卡上,阿甘正传打败了萧生克的旧熟,低俗小说 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奖,成就了奥斯卡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作为这么一部闪闪发光的殿堂级神作 尽管我们现在把它奉为传世经典 但其实在开拍之前,阿甘正传并不是一个什么抢手的相关 许多导演,演员,包括出品公司都放弃参与 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故事太假了 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 怎么可能一路踩着狗屎运成为全美国人民的大英雄 之后剧本在好莱坞转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导演罗伯特和演员汤姆汉克斯这里 他们把这个傻子的故事挤筋打磨 最终拍出了一部恢红的美国近代史 对阿甘正传有个特别简单的理解方式 就是把阿甘这个角色想成是美国 这是一部阿甘个人的成长史 也是整个美国在二战后的变迁史 故事开始,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 因为他的背太驼 所以他妈妈在他脚上按了一个支架 目的是让他挺起腰来 为什么一开始会把阿甘设置成一个驼背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是在影运美国垮掉的一代 二战后的美国虽然经济继续蓬勃发展 但战争让大量年轻人陷入了信仰迷失 社会情绪处于一片混沌当中 阿甘原名甘·弗雷斯特 是3K党创始人乔森贝弗雷斯特的后代 这里把阿甘设定为3K党后裔是一个反讽 因为3K党的主要宗旨就是宣扬种族歧视 暴力推行白人至上主义 而阿甘是种族平等坚定的执行者 因为阿甘的至上不够 学校拒绝让他入学 他妈妈只好跟校长睡了一觉 这才换来了儿子上学的机会 电影中很有意思的没有给阿甘设置父亲 这也是暗示着美国在建国之前 一直被殖民的历史 阿甘上学的第一天 熊孩子们都视他为怪胎 只有一个女孩愿意接纳他 她就是阿甘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珍妮 珍妮家里比较贫困 还有一个变态父亲经常猥亵她 所以她和阿甘一样都属于边缘儿童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两小无猜的好朋友 他们形影不离 一起看书玩耍甚至睡觉 一天一群熊孩子骑着自行车欺负阿甘 在珍妮的鼓励下 阿甘拼命往前跑 慢慢的她越跑越快 甚至跑散了脚上的支架 跑步是阿甘在电影中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也是很具有象征性的动作 她表现的是美国在短短200年历史中 不停追赶他国的姿态 奔跑就是一种美国精神的象征 阿甘与珍妮的关系一直持续到高中 一天小流氓们继续欺负阿甘 为了躲开汽车 她慌不择路 闯入了学校的橄榄球场 也正因为这次意外 智商只有75的阿甘 开始了她开挂般的人生 因为跑步速度惊人 她很快被教练相众 被保送进了大学 成为了风靡全校的橄榄球巨星 甚至还进了全美明星队 受到肯尼迪总统的接见 前面说阿甘正传是一部美国近代史 就是因为阿甘几乎参与了美国 在二战后的所有重大事件 而且电影画面中用的都是真实纪录片 只是把汉克斯饰演的阿甘给劈了进去 比较神奇的是 这些真实历史人物跟阿甘互动的表情 都能对得上 大学时期的阿甘也会经常去找珍妮 但此时的珍妮已经和她 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她已经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不过在男朋友走后 她又把阿甘带进了寝室 准备以身相聚 珍妮在电影中也是一个 极具象征性的人物 她代表的是美国五六十年代 那一批迷茫的年轻人 他们追求自由放荡不羁 这正和阿甘所代表的那一套 自强不息的美国旧传统价值观 截然相反 他们两人在价值观上的对立 也就是带着了当时美国的时代困境 这是旧传统与新思想的碰撞 也是典型的美国左派和右派理念之间的博弈 毕业之后 阿甘走向了标准的右派道路 参军入伍 保家卫国 在去营地的校车上 阿甘认识了第二个真正的朋友 布巴 布巴和阿甘也是同一类人 信无旁物 也没什么大理想 他在电影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怎么补虾做虾 下面请欣赏美国版的豹才鸣 Anyway, like I was saying shrimp is the fruit of the sea You can barbecue it Baril it Brail it Bake it Saute it There's shrimp kebabs Shrimp creole Shrimp gumbo Pan fried Deep fried Stir fried There's pineapple shrimp Lemon shrimp Coconut shrimp Pepper shrimp Shrimp soup Shrimp stew Shrimp salad Shrimp and potatoes Shrimp burger Shrimp sandwich That's about it 集讯结束后 两人奔赴越南战场参加越战 在这里他们结识了出身军人世家的泰勒中尉 越战是二战之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 付出代价最惨痛的一次战争 美国大兵完全不适应越南多变的气候 也不善于在这种热带与林里作战 阿甘在这里随着部队吃尽了苦头 但一有空闲 他始终不忘给珍妮写信 其实在阿甘来越南之前 两人在家乡还曾见过一面 当时的珍妮因为拍色情杂志 已经被学校辞退 在小酒吧当起了色情歌手 而等阿甘在战场上给他写信时 美国国内的年轻人已经因为厌恶战争 而演化出了反对越战的嬉皮事 而此时的珍妮正是其中之一 阿甘的低制声并没有给他在战场上带来什么烈势 反而因为他特别能跑的优势 又意外地当上了战争英雄 一次丛林作战中 泰勒的部队遭到突袭 阿甘在接收到撤退命令后 本来已经跑到了安全地带 但这时他发现自己把兄弟布巴给忘了 于是又折回去找 结果一烧手就给救了好几条人命 泰勒被扎伤了腿 而布巴则因为伤势严重 死在了阿甘的怀里 布巴生前的愿望就是一心当个补下船船长 这句话也一直留在了阿甘的心里 转到基地医院后 泰勒的双腿被截肢成了残疾人 阿甘比较幸运 子弹只打中了他的屁股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啥事也没有 在医院里 他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 打乒乓球 加到打乒乓球的黑人伙计 其实就只跟他说了一句话 但是有这一句对阿甘来说也就够了 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后 受伤的老兵都被安排送回国内 阿甘因为在战场上救人的英雄事迹 被授予荣誉勋章 此时肯尼迪已经遇刺 他又被新任的约翰逊总统接见 并成为了全美国的战争英雄 接见结束后 阿甘一个人出来准备逛逛 下面的事情就比较有意思了 当时有十几万嬉皮士 在白宫附近举行反战集会 组织活动的小姑娘 把阿甘当成了反战军人代表 让他上台发表反战演讲 阿甘搞不清状况张口就来 但幸好这时有个军人拔掉了音响线 阿甘说的啥下面根本听不清 不过据说阿甘当时是这么说的 有时当人们去越南的时候 他们回家时没有腿 有时他们根本回不了家 那是件坏事情 这就是我要说的 虽然底下的人听不清 但主持人听得一清二楚 在他的呼吁下 阿甘这个刚被美国政府 颁发勋章的战争英雄 又享受了一下当反战领袖的滋味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还因此见到了自己的挚爱珍妮 BORIS!BORIS! JENNY! B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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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在此见面后 阿甘向珍妮勇敢施爱 但依然遭到了拒绝 这使得珍妮已经是嬉皮士中的代表人物 她教了嬉皮士男友 还加入了各种女权运动 反战运动以及性解放运动 不停穿梭在各个城市参加活动 她和阿甘的身份其实水火不容 一个是坚决反战的细皮士 一个是被美国政府颁发荣誉勋章的战争英雄 注定会错过 这年走后 阿甘再一次走进了大历史 她被邀请去给伤残老兵表演打乒乓球 后面入选了美国国家队 甚至还代表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来中国交流访问 开启了中美外交的新纪元 等访问结束回到美国时 她已经从战争英雄华丽转身 成了家喻户晓的体育名人 还顺带和约翰烈农一起做了气访谈 一天阿甘在街头偶然遇到了泰勒中尉 这时的泰勒已经成了流浪汉 泰勒这个人物身上很有悲剧色彩 他出身军人世家 他的爸爸爷爷太爷爷祖上几代都是葬身沙场 为美国抛头颅撒热血 可最后他却混成了一个乞丐 阿甘这边的开挂经历还在继续 因为乒乓球打得好 他又收到了新任总统尼克松的接见 还被尼克松亲自安排在了水门酒店休息 而就在当晚 他就意外揭发了那桩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 你说尼克松是不是倒霉催的 Security, Frank Wells Yeah, sir You might want to send a maintenance man over to that office across the way The lights are off and they must be looking for a fuse box or something because them flashlights, they're keeping me awake Okay, sir, I'll check it out Thank you No problem Good night Thank you 因为揭发了水门事件 阿甘被军队开除 一成二白地回到了老家 可没想到老妈在家里帮他接了个乒乓球拍的广告 一下挣了三万美金 阿甘有了钱 找到了兄弟布巴的家 他在布巴的墓前说 要帮他完成梦想 于是拿着三万块钱去买了艘补虾船 并把他命名为珍妮号 另一边 这时的珍妮已经走到了人生低谷 他教的细皮式男友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暴力 还让他染上了毒瘾 他半夜起来想自杀 可最后又没有勇气真的跳下去 珍妮是那个时代 细皮式的一个缩影 他一生苦苦追寻一个美好的理想 但最后却只患得了满身伤痕 阿甘这边买船的消息被泰勒得知 他也跑来和阿甘并肩作战 两人就此开始了渔民生活 刚开始几次他们捞上来的都是些垃圾 但无论干什么也架不住阿甘的好运气 一场暴风雨把附近所有补虾船都毁于一旦 唯有阿甘的那艘躲过了一截 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 他们接下来的补虾就轻松多了 于是补虾船也从一艘变两艘 两艘变十二艘 阿甘以布巴和自己名字成立了布巴甘补虾公司 摇身一变百万富翁 这时他的母亲也已经老了 得了癌症 母亲死后阿甘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公园里给人家免费割草 他把补虾公司交给了泰勒打理 最牛的是 泰勒居然帮他买了一家水果公司的股票 这一下阿甘又轻松从百万富翁 晋升为亿万富翁 有闲之后他到处捐款 盖教堂 建医院 还拿出了一份分给了布巴的母亲 隐居的生活虽然比较惬意 但唯一让阿甘牵挂的就是珍妮 正巧在外面混不下去的珍妮也回来了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 又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但阿甘与珍妮始终是两种价值观的博弈 电影到这里还没有到和解的时候 突然一天晚上 珍妮爬上了阿甘的床上 第二天一早 他还是选择了去流浪 珍妮走后 阿甘在木椅上怅然若失 生活好像没有了动力 珍妮死前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在这句话的支撑下 阿甘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年的长跑 他从森林跑到大海 白天跑到黑夜 围着美国跑了好几圈 随着越跑越久 媒体电视开始来跟风报道 大家不明白阿甘的真正意图 都把他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 或者是政治诉求 阿甘的这次长跑 电影中确实没有给出什么现实的原因 但这其实是预示着 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回归 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里 美国经历了一段 动荡又坎坷的历史 其中越战的惨败 水门世界的丑闻 还有登月计划的巨额花销等等 都让美国人民渐渐对政府失去了信任 年轻人们都成为了垮掉的一代嬉皮士 他们通过流浪 游行 新解放 听摇滚歌曲来表达对这个国家的不满 美国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失去信仰的国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美苏冷战趋于缓和之后 民众们才开始反思 慢慢回归理性 所以阿甘在这个时候的奔跑 更像是对人民重建信仰的一种呼唤 阿甘身后的那一群追随者 也就是那一代美国人民的代指 他们对阿甘的追随 正是象征着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复苏 他们在阿甘的身上看到了奋斗 坚韧不拔的美国精神 也看到了希望 在结束了三年的长跑之后 阿甘回到故乡 这时他收到了珍妮的来信 他邀请阿甘来看自己 两人久别重逢 珍妮已经不再像之前一样浓妆艳抹 他留起了短发找了正经工作 更让阿甘没想到的是 珍妮还给自己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们回到了老家 终于举行了这个迟来的婚礼 两人之前一直分道扬镳 但最后终于和解 他们两人的结合 也就是象征两种美国精神的和解 电影到这已经到了八十年代 以珍妮为代表的细皮士们不再年轻 当年的放荡不羁 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他们所代表的新美国精神 并没有取得成功 而是重新拥抱了阿甘 所代表的美国旧传统价值观 可好景不长 珍妮因为之前参加了性解放运动 染上了艾滋病 阿甘守在病床前 跟爱人讲起了自己孤独 又波澜壮阔的前半生 在越南的雨林里 他曾仰望着星空 思念珍妮 在阿拉巴州的捕下船上 他孤独地看着夕阳掉进海里 在独自奔跑横穿美国时 他把大漠和孤烟甩在身后 而在这些记忆里 时时刻刻都充满了 并不在场的珍妮 不久后珍妮去世 阿甘来到目前 讲起他和儿子的相处 他们一起看书 一起打乒乓球 一起在河边钓鱼 说完这些 他问了珍妮一个问题 这也是全篇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珍妮 but I think maybe it's both maybe both is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I miss you dearly If there's anything you need I won't be far away 人的命运到底是冥冥中注定 还是一切都是偶然 阿甘与珍妮医生的道路截然相反 正印证了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 珍妮走的是那条冥冥中注定的道路 她赶上了美国最动荡的时候 和许多年轻人一起走上街头 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 而阿甘则完全不同 她智商只有75 却奇迹般的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完美演绎了什么叫标准的美国梦 美国梦的精髓指的就是 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阿甘正是通过自身的奋斗 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命运逆转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阿甘尽管获得了无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但她一生也都在与至爱的珍妮错过 所以在这场人生的游戏中 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正确 就像片头和片尾的那一片羽毛 答案只在风中飘 阿甘正传的时代背景是从40年代 一直延伸到了80年代 在此之前的30多年里 美国经历了肯尼迪遇刺 越战 阿波罗登月 黑人平权运动 水门事件 垮掉的一带和细皮士的诞生 以及中美建交 在这段美国最为风起云涌的历史中 阿甘与珍妮扮演截然相反的角色 他们一个是激进的左派 一个是保守的右派 一个追求自由灵魂 一个实现自我价值 他们正代表了那40年间不断博弈的两种美国精神 他们的立场水火不容 却也爱得隐忍而又浓烈 阿甘与珍妮加在一起 其实就正好组成了那一整代美国人的精神面貌 但一代人终有落幕的时候 电影的最后一场戏是阿甘送儿子去上学 在临走之前 他叫住了小阿甘 原本想跟儿子说在学校别捣蛋之类的话 但他想了一下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情节也是很有象征性的 看起来这是一场阿甘跟儿子的四人谈话 但其实他更是上一代美国人对下一代的祝福 他们从动荡和坎坷中一路走来 经历过成功、挫败、失忆和迷茫 失去过信仰、亲人和伴侣 但一代人的历史已经过去 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唯有一句深诚的我爱你 阿甘正传其实本《智商》是一个反智的故事 《智商》只有75的阿甘 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成功 但电影就是有意把它塑造成一个圣贤式的傻子 他身上的善良、奋劲、坚韧不拔 都是导演心目中的美国精神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写给美国的一首赞歌 它不是写给某一个政党哪一位总统 而是写给这个历史短暂去发展速度惊人的国家 是写给为那片土地奋斗过的人民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 下期我们来聊一聊日本动画大师金敏的悬疑神作《红辣椒》 感谢支持大家放音室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除了每期视频节目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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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